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王播报 我是Jennifer 每次提到加拿大的CERB或CRB等疫情紧急救济金 多数人会认为政府不应该一直发福利 否则会导致一部分人不愿意去上班 劳动力难以恢复 经济复苏速度缓慢 不过在某些情况下 发福利或许可以刺激一点劳动力市场 近日 加拿大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方慧兰 和中产阶级繁荣部长兼财政副部长Mona Fortier 宣布扩大加拿大工人福利 提供给更多加拿大人 加拿大工人福利是可退还的税收抵免额度 以帮助工作收入较低的个人和家庭 对于工人来说 这是一笔可观的退税 到目前为止 该福利的资格门槛 使得很多低薪工人无法享受 随着政府预算案中包含的变动获得通过 政府现在增加近100万低收入工人 有资格获得高达以下的退税 对于单身前没有孩子的工人 这是没有获得很多福利的群体 可获得高达1400加币 对于有家庭的工人 可获得高达2400加币 总计约有320万加拿大人可获得该福利的支持 在疫情期间 低收入工人是遭受最严重打击的群体之一 经济复苏必须从建立强大的劳动力开始 这需要提高加拿大的工作收入 并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 政府正在通过向收入达到以下收入水平的人提供福利 来扩大工人福利的资格范围 对单身加拿大人 年收入在32244加币以下 无子女 对单收入家庭 年收入在42197加币以下 对双收入家庭 年收入在56197加币以下 这次扩大福利范围包含一项新规定 允许夫妻中的第二收入者 其中大部分为女性 在计算福利资格时 可减去高达14000加币的收入 从而使更多家庭获得退税福利 这条变化意味着 大多数转去最低工资的全职员工 将首次可通过工人福利获得大力支持 该支持将增加低收入工人的可支配收入 并激励工人重新加入劳动力队伍 成为带动所有加拿大人实现经济强劲复苏的一部分 副总理方惠兰说 疫情凸显了加拿大的低收入工人所遭受的不平等 他们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努力地工作 但工资却更低 在过去的一年里 许多人面临裁员 工作场所的重大感染风险 我相信所有加拿大人都会同意 在我们国家全职工作的人都不应该生活在贫困中 通过加强工人福利 我们将帮助近10万人摆脱贫困 帮助100万辛勤工作的加拿大人的生计 并建立更公平 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复苏 财政副部长Fortier说 我们知道低收入工人是被疫情打击最严重的群体之一 每个加拿大人都应该获得公平的报酬 这就是我们扩大加拿大工人福利的原因 通过提高这项福利 近100万加拿大人将获得资格 还有10万人将被帮助摆脱贫困 我们将继续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 以建立一支更有弹性和更强大的劳动力队伍 不让任何人掉队 疫情一年多来 加拿大的公共卫生限制措施松松紧紧 风风开开 现在专家们表示 最后一次封锁可能已经成为过去 我们很快可以在心理上为近距离的接触做好准备 同时 多个省份正在推进各自的解封计划 这正是新冠疫苗接种的直接成果 据报道 目前12岁以上的加拿大人中 75%以上已经接种一剂疫苗 20%以上的加拿大人已完全接种疫苗 专家称 这是永久恢复正常的好迹象 大多伦多地区Trileum医院的传染病医生 Suman Chakrabarty说 我不想让自己显得过于自信 但我认为再次封锁的可能性非常小 尽管确诊病例的数字继续波动 Chakrabarty解释说 在预测可能的封锁时 确诊数字与住院人数相比 正迅速变得不那么重要 这是因为即使你接种了全剂量疫苗 仍可能有感染新冠病毒 但疫苗真正的优势在于预防严重后果 加拿大考语批准的疫苗有五种 辉瑞 莫德纳 Novavax 强生和阿斯里康 临床试验数据显示 每一种疫苗在预防住院治疗方面都非常有效 加拿大卫生部的Dr. Sophia Sharma 在2月底加拿大开始推出疫苗时说 纵观所有临床试验 在涉及的数万人中接种了疫苗 并死于新冠病毒的病例数为零 重症住院的人数为零 所以在真正要预防严重疾病 预防住院 还有预防死亡方面 所有这些疫苗都是好的 Chakrabarty指出 虽然新的变种已经开始威胁到疫苗的进展 变种确实更容易传播 但看起来并不一定更致命 他说像Alpha和Delta这样的变种 主要问题是他们更具传染性 但是由于疫苗使得住院人数减少 缓解了重症监护室的压力 我们可以承受病例增加 新冠大流行的终点线可能就在眼前 感到谨慎乐观的专家不仅仅是Chakrabarty 麦克马斯特大学生物化学和生物医学科学系副院长 Dr. Matthew Miller表示 新一轮封锁的可能性似乎一天比一天小 Miller说 我认为这些疫苗将使我们走出疫情 很快使我们恢复正常 在接种疫苗之前 病例数的增加是未来住院人数增加的可靠指标 然而 随着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注射疫苗 并增强对病毒的免疫力 病例数不再像过去那样是可靠的指标 Miller解释说 即使面临像Delta变种这样的挑战 接种疫苗的人被感染将是罕见的 当它真的发生时 所有的数据表明 这些感染往往是极其轻微的 这将大大减轻医院的压力 也将总体上降低公共健康风险 因为这些感染会变成类似于普通感冒 传染病专家Dr. Isaac Borges也认为 虽然在新冠疫情下 很难对任何事情充满信心 但他仍然认为 我们不应该再次采取封锁措施 尽管疫苗被证明是安全有效的 但仍有一些加拿大人不能或不愿接种疫苗 12岁以下的加拿大人仍然没有获得批准的疫苗 针对这一年龄组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 辉瑞公司表示 预计要到9月底或10月份才会有结果 不过Miller说 这不会对恢复正常的计划造成重大影响 然而选择不接种疫苗的成年人可能面临风险 幸运的是对疫苗犹豫的人数比例相当小 尽管在恢复正常的最后冲刺中仍有一些未知因素 但专家们一致认为 恢复正常即将到来 这是我们要学会适应的 Miller说 但随着疫苗为大多数加拿大人切断了致命的病毒 回归正常社会的时间正在逼近 他解释说 完全接种疫苗比戴口罩更能保护你免受病毒的感染 加拿大不应该试图阻止所有的新冠病毒病例 因为病毒已经被疫苗削弱了 我们预计会有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中爆发疫情 我们将采取一贯的措施 通过公共卫生措施有重点的解决 Bugage同意完全恢复正常绝对会发生 加拿大联邦政府预计本周将再收到370万剂新冠疫苗 使新冠疫苗的交付总量超过5370万剂 新交付的疫苗将包括约90万剂辉瑞疫苗 和280万剂莫德纳疫苗 这些后五将使加拿大的疫苗交付总量超过5370万剂 足以为超过75%的合格居民注视两针 随着1800万剂新冠疫苗预计将于7月抵达 加拿大将有足够的剂量 为所有3320万12岁以上的加拿大人接种疫苗 总理特鲁多周五也加入了全面接种的行列 他在沃泰华一家诊所接受了莫德纳疫苗 他的妻子苏菲于周四注射了第二针 特鲁多在注射后对记者说 他感到更安全 对夏天相当乐观 他说近80%符合条件的加拿大人 已经注射了第一针新冠病毒疫苗 超过35%的人已经注射了两针 特鲁多说 超过5000万剂的新冠疫苗已经送到了加拿大 政府预计到本月底将收到总共6800万剂 特鲁多说 我们正在顺利地度过一个良好的夏季 甚至是一个更好的秋季 尽管如此 我们还没有摆脱困境 特鲁多说 玉空地区正面临着自疫情开始以来 新冠病例的最大激增 尽管86%的符合条件的人 已经接受了他们的第一季 超过76%的人已经接受了第二季 玉空地区的首席公共卫生官员 Brandon Henley医生上周表示 该地区的活跃病例率是全国最高的 并已要求联邦政府帮助控制疫情 上周五 玉空地区共有146个活跃病例 自疫情开始以来 已有3人死亡 另有2人在疫情的早期死亡 如同最近大温的天气一样 在经历了史无前例的酷暑炎热之后 气温有所回落 但依然保持着夏季的高温状态 大温地区第二大地产局 飞沙地产局 7月5日发布了6月份的房地产报告 数据显示 6月份的飞沙地产局房地产市场 从极其火热的状态开始冷却 但仍然高于历史平均水平很多 统计显示 6月份飞沙地产局 共完成房地产交易2247套 相比5月来说已经下降了24% 但对比去年6月同期仍有31%的涨幅 这一成交量相比过去10年 历史同期水平也还有22%的涨幅 与此同时 新屋上市量也保持较低位的水平 6月该辖区共收到新上市房屋登记3108套 相比5月下降了21% 相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0% 5月该辖区代售房源总数为5474套 相比2021年5月下降7% 相比去年6月同期下降22.5% 飞沙地产局主席Larry Anderson指出 市场供应量的短缺仍然是目前该辖区 房地产市场的核心矛盾所在 6月飞沙地产局从极端的卖方市场 转变为强劲的买方市场 代售房源中有超过40%被售出 飞沙地产局6月的售出与挂牌比率为41% 按照惯例 当该比率高于20%时 市场为卖方市场 价格将有上涨的压力 当该比率低于12%时 市场处于买方市场 房价将有下降的趋势 当该比率介于12%到20%区间为平衡市场 房价将保持稳定 飞沙地产局主席Larry Anderson表示 想要回到买卖双方的平衡市场 该辖区还需要新增3500套房源才有可能实现 从综合房价数据来看 该辖区公寓和连排屋的价格仍然保持月涨幅超过1%的趋势 但独立屋的基准价已经于5月基本持平 而独立屋的均价和中位数价格 已经相比5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 降幅分别在4.1%和3% 说明这一辖区此前已经超级火爆了近一年的独立屋市场 终于开始降温 但不论是价格还是销量 该辖区的独立屋仍然远超历史同期水平 从7月1日起作为BC省重启的第三阶段 房地产经济可以在遵守公共安全建议的同时 举行面对面的房屋开放日和待看活动 非沙地产局辖区包括 Obsford、Landley、Mission、North Delta、Surie和White Rock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